刘大姐是贵州人 几年前在杭州工作时 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嫁到了杭州建德的乌龙村 最近两年生了两次娃 大女儿是2020年4月份出生的 小女儿是2021年9月份出生的 小女儿出生后 她有5000块钱的生育津贴 没有收到 就是我们之前 是挂在她社保的那老板娘了 要求我去上班了 现在带了几个小孩 不是走不出去吗 我一万多块钱 她把我扣了5000块在那里了 现在我把这个钱要回来 刘大姐告诉记者 2019年跟丈夫结婚后 她开始到杭州三敦一家 叫耳目足康的门店工作 并一直用自己的钱 通过店里缴纳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我自己交的呀 一个月以前都我自己交的呀 我也到她那里上班的原因 也就是以为她那店里 可以交社保 她说的就是想要自己交 那个的话我们就同意了 人家那里工作的话 平时收入都是怎么算的 有没有基本工作 没有 就是你做多拿多 做少拿少 打个比方 插个耳朵 就是讲58块钱 那你说拿一半 就这样子拿 打个比方 你洗个眼睛 是50块钱 你拿个25 这样子的 刘大姐拿出跟门店负责人 翁女士的聊天记录介绍 去年12月 对方收到了 16883元的生育津贴 转过来5000元后 对方表示 下个月社保钱 会从里面扣除 一个月后 对方又转过来 5494元 加上1389元的社保钱 刘大姐一共收到了 11883元 有5000元 没有收到 之后 对方就没有再转钱过来 刘大姐说 申请生育津贴钱 对方就有要扣钱的意思 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了 就是说呢 他叫我跟童小斌商量嘛 就是想这个钱弄下来 他要扣5000元 在那里 不扣5000元 那他就不肯就给我爸嘛 说后来我就说 我跟我老公说 我说那先搬下来 先搬下来起嘛 到时候再去找他拿钱 他就是说呢 如果我就是想去签合同 住满一年 那再给我这个钱 看他聊天机会 你还劝你说 要这个经济独立 要自己有收入这种 这个我也想的呀 问题是我带着这个小孩 走不开的呀 谁不想有自己的经济独立呢 你说是吧 刘大姐说 除了两个女儿 她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儿子 现在丈夫和婆婆 在外工作 她和身体不好的公公 在建德乌龙村的乡下 照顾三个孩子 这里距离翁女士杭州的门店 将近200公里 开车要两个多小时 所以她一直没时间 解决这件事 希望记者能帮忙沟通一下 记者按刘大姐提供的地址 找到杭州市区 古敦路这家耳目足康门店 不过负责人翁女士不在 这个第一个小孩 第一个小孩嘛 那她说 休息好三个月来上班 那么这样子嘛 就是赛本嘛 已经继续交代的 待嘛 我这个待你交代 那么是指望她再来上班 那后来那么 好了又怀人了 又怀人了怎么办呢 那我们不可能说 怀人了继续叫她上班吧 那么我跟她这样说了 我说你生第二个小孩 要么你赛本签走 要么你就是生了小孩 还继续来上班 但是我小孩生了 继续要来上班呢 那我说好的 那就继续先交走走 翁女士介绍 2019年 刘大姐在店里工作了半年多 2020年初 生完大女儿后 就一直没上过班 但社保是一直通过她带脚的 帮忙申请生育津贴前 她跟刘大姐也做过约定 她说你帮我弄吧 我呢 她说我生好小孩 保证过来上班 你这样子吗 我说 这个钱呢 我要要五千呢 你来继续上班了 上满一年的班 这个钱我一定不少地推给你 但是如果你不上班了 这个钱 我是跑来跑去 我跟你弄来弄去 我要受辛苦 对的 那么我是为了 要让你小孩生了 来跟我上班呢 但是呢 你要生了小孩 你要都排屁股几手人 我跟你说 这些事情 说起就很伤心了 我这个不是扣扣 我没有他弄 跑来跑去 我这么要弄 那么结果他 赞你主任人 你不过上班 我没有理由 为你服务的 记者把翁女士的意思 告诉刘大姐 她表示 会考虑把情况 反映给劳动部门 188黄剑 记者报道